推動愛國教育發揚民族精神 是一件很神聖而且很必要的工作 但是現在台灣有一種迷思 就覺得說講愛國講民族精神是很落伍的 這個叫做不理性的沙文主義 所以其實強國強權也在推行他的愛國教育 只是因為他很強 他已經沒有那麼必要去強調他的愛國教育 跟他的民族精神 他強了所以所有人自動會跟他恢復 而這些強國呢 他在推動這個民族精神教育的當時 他是侵略性的 他的民族精神教育 他的愛國教育其實是侵略性的 我們落後國家也應該推動愛國教育 跟民族精神 我們是防禦性的 我們是要凝聚共識 可是台灣很多人搞不清楚 就覺得說談愛國 談民族精神很落伍的 不理性 這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中了 西方列強的毒 高中課本為條 這個問題呢 以我的潛見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原有的台獨黨 課綱到底是不是合憲合法 第二個 課綱到底能不能 該不該包容這個所謂的多元史觀 第三個問題 綠營他們所堅持的史觀 到底是在維護 還是在踐踏台灣的主題性 這個憲法裡面呢 剛才王老师也提過了 我們的憲法也講 人民有受國民教育的義務與權利 然後呢 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 所以在國民教育法裡面 已經講了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 應以民族精神教育為中心 所以憲法跟法律都說 我們要發揚民族精神 這是法律 這是合法合憲的 OK 那麼 現在我們現在要推動十二年國教 所以以後高中也變成是國教的 他當然就應該要含納 所謂的民族精神教育 好 那各位看 在以前過去的幾個案子裡面 像文寧院啊 什麼洪仲秋啊 或者這個大普參見案 這些案子裡面 綠營的人 他們都會 引用中華民國的憲法 來陳述他們的意見 可是唯獨在這個課章上面 他們就不提憲法 所以他們選擇性的用憲法 對他們有意他就拿來用 對他們不提他就不用 那在課章這件事情 他們不用憲法 那我們有下面 就幾點這個引申 第一個 但是很顯然台獨派的 他們很自己知道 他們所堅持的那個課章是 是違憲 他們心之肚明 所以必探這個憲法 第二個 這個綠營的對憲法沒有誠意 就把憲法當作一個鬥爭的工具 OK 那麼第三個 我們要說 國民黨政府也應該要守憲 要去遵守憲法 因為憲法就賦予你 應該去推展這個民主進行教育 你如果不做 你就失職 所以監裁員應該要彈劾的 我們今天不能 只怪說綠營 這個在野人 在阻擋個課綱修訂 國民黨 藍營的 如果做得不過積極 其實監裁員應該彈劾他 因為憲法賦予你 應該要去執行這個民族進行教育的 第四點 如果藍營跟綠營都不肯 堅持憲法去推動 符合民族進行的教育的話 我們以後再也沒有資格 去指責中國大陸 我們現在很多人想說 中國大陸為什麼沒有憲法 沒有自由 不民主 反過來我們問問看 我們有資格批評他嗎 如果憲法規定的 這個精神教育 國民教育應該是 如何來編寫教育的 我們都不遵守了 我們哪有資格去批評中國大陸 我要說 綠營現在反對這個課綱 其實有點像 就是殺牛用雞刀 為什麼叫做殺牛用雞刀呢 其實綠營不應該反對課綱 他應該趕快去反對 中華民國憲法 他不然把中華民國憲法 給推掉算 他如果有了他的台灣國憲法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就會很高興地去編寫他們教育書 可是他明知道 中華民國憲法推翻 是很危險的事情 他做不到 所以這個應該做的 最根本的事情 他做不到 他不做 然後就在旁邊動小手腳 就在課堂上面 在課本上面 去動一些小小的手腳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也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他其實在 就是洗老百姓的腦 洗這個學生的腦 他讓學生們以為說 我們可以考台獨 不用怕 那事實上不是 OK 所以在這個大方架上 我其實鼓勵獨派朋友 如果你這麼在意課綱 這麼在意這些課本的話 其實應該明目張膽地去改憲法 你有任何你的台灣國憲法 你就可以根據它 去編寫合乎你的 愛國精神教育的課本 這才是這個大道 好 那麼譬如說我們現在講說 對稱對岸是中國大陸 不是中國 這個有什麼不對呢 我問各位 陳志忠要稱陳隨便什麼呢 當然是爸爸 他不能稱他陳爸爸 他如果稱他陳爸爸 陳隨便就給人一個巴掌 因為你在分裂這個家庭 所以如果台灣要堅持 稱對岸為中國的話 那就是踩到法理台獨的紅線 那時候引起內戰了 OK 那麼這一點呢 很多老百姓搞不清楚 好 那麼第二個層次我剛剛講說 到底我們的課堂 能不能包容多元史觀 我覺得這是台灣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迷思 我們大家都覺得多元 包容多元好像是一個 很高很高的價值觀 覺得什麼都應該多元 我要告訴各位 有些可以多元 有些就不能多元 可以多元的是什麼呢 是一些民生政策 譬如說勞方跟資方 在談判 OK 你這個經濟政策要向左邊 向右邊 向左向右的 這個是可以談判的 可以三對七 可以四對六 這個是妥協可以多元 好 但是有些事情就不能多元 他就只有一元 譬如說什麼呢 蔡英文的爸爸是誰 蘇貞他們的配偶是誰 這個被告他到底有沒有罪 這答案都只有一個 很清楚就只有一個 你不可能多元的 所以當然國家認同也必須只有單一一個答案 那今天為什麼台灣這麼困難 就是因為我們對國家認同出問題了 所以就以為說 對國家認同也可以多元 好像多元自由民主 凝架在這個民族之上 凝架在國家認同之上 這是錯的 我們又中毒了 中了這個西方國家的這個毒 所以目前我們台灣對國家認同是各表 每個人有各自的看法 然後馬英九也這樣說 我們自己表達了意見的這個權利 像王玉琦昨天也在講 他面對南京大學學生演講的時候 南京大學學員就問了 為什麼條人柯剛表達這個樣子 他們非常不能理解 我們的王主委的回答 讓我覺得非常失望 他在趁機在推銷台灣的民主 然後我們可以 可能各個言有意思 可以各表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其實他們大學學家問的是說 怎麼會一個國家 對自己本身的國家認同 對自己的歷史 會不會可以那麼分歧呢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人真的不以為是 凡事都可以多元 錯 你的父親是誰就是一個 你的配偶是誰就是一個 如果像這些問題多元的話 國家就亂掉了 那目前台灣這是一個病態 遲早要解決的 不解決我們就一直在內耗 就在空轉 我覺得以往的 所謂的他們講的就是 維護台灣主體性 你可以把它分解 就是兩個成分而已 一個就是魅日 一個是仇宗 綠營他們所維護的 所謂的台灣主體性 其實是魅日跟仇宗的 這兩個綜合體 我覺得台灣意識 如果等於魅日加仇宗的話 那未免太侮辱 這麼多 開啟台灣 建設台灣的一些先民 也侮辱現在住在這邊的 兩千三百萬的人 我們台灣意識不是這樣定義的 台灣意識是 在台灣的立場來講 怎麼樣對台灣是好的 所以當然他也包括 我們不跟對岸做敵對 這個也是一種選擇之一 現在台灣社會最大的一個盲點 就是以為主體性 或者所謂的台灣意識 就是要獨立 那只是一種選項 而且那是一個 可能是最差的一個選項 那所以台灣意識不等於就是要獨立 不等於就是要跟對岸對立 這個觀念呢 我們需要很努力來推動 台灣人的血緣 台灣人的基因 到底跟大陸的中國人一樣不一樣 我就說過 有一些台北分子寄信給我 他告訴我說 你的祖先不是中國人 你不要搞錯 我要跟各位講 中華民族本來就是雜種 唐太宗 李白都是雜種 中華民族是所有偉大 就在於 他是以文化作為凝聚力的 不是以血緣作為凝聚力的 所以你認同中華文化的 就是中國人 就是中華民族的人 所以台獨 為了要搞台獨 去搞說 去檢查這個DNA 到底台灣人跟大陸人一樣不一樣 那是多此一舉的 我本來 我們中國人本來就是雜種 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十六個民族 獲得在一起的 但是我們有共同的下旬觀 共同的民族文化 那才是重點 所以不需要去區分這個DNA 第二件事呢 剛剛陳無畏講的就是很多事情應該該努力的 我們要去黃民族觀沒錯 可是還有一件事也很重要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衛匪宣傳 在以前衛匪宣傳被抓去砍頭的 我就說台灣今天為什麼這麼巨痛 為什麼這麼不應當中國人 很多人是對中國大陸 對中共政權有非常大的誤解 我們如果放下這個 這個心中的這種不平 偏見 如果客觀人的了解中國大陸的話 會拉近兩樣的距離的 那這個部分呢 還必須有待努力 最後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搞不清楚國家跟政權的區隔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政權 中華民國也是一個政權 在這兩個政權的上面 有一個更高的價值叫做國家 它叫做中國 所以你可以討厭中華人民共和國沒關係 但是中國是在它上面的 很多人搞不清楚了 因為討厭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連帶著討厭中國 這是錯的 這就像把這個嬰兒 跟洗澡水一起倒掉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但是說來話的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